嗨!L的讀者們大家好 我是大沛 李沛玉 您的電話將整接到旅行 老沛 你知道你哪裡拍的嗎? 在那裡你自己不知道 啊我就真的不知道啊 我看不出來啦 當下啦 當下非常的興奮 然後就爆哭了一波 然後打電話給我的恩師 也就是陳昱勳導演 就是分享這個喜悅可是講不出話來 結果收訊能差就斷了 其實一直來都是覺得很感恩啦 對於一個從模特兒開始 然後到現在熬了13年的 這個演藝工作者 其實是一種美夢成正 我以前就很想演戲 但是苦無機會 一直到了第一部的 比較完整的戲劇作品 就是《海人魚》入圍了 那時候是台北電影節 然後評審是尋導 就因此而被她認識這樣 我覺得我內心是有楊小琦的 關於勇敢追尋她要的 對其實楊小琦是一個非常做自己的人 我覺得的確 我有她的靈魂在我的身體裡面 然後熏導說我回不來啦 她說小琦一直不退嫁 她就說 大佩你現在講話為什麼這麼快 你現在真的太快 又三八 你真的是 小琦還沒退嫁 她還在你身體裡面 那也是還蠻可愛的 我覺得我也蠻享受楊小琦一直陪著我 我有一場戲 她在正片中完全被剪掉了 但是我就是創下了NG39次的這個紀錄 那一場戲其實非常的困難 一些技術上的這些動作都要非常完美非常精準 然後我就沒有做好嘛 所以39次的時候她就說好不拍了 她就請我們的美術的頭 頭哥 頭哥畫一個獎狀給她 然後我要拿這個獎狀拍照 然後還有翻白眼 就是楊小琦那個樣子 可能導演早就知道那一顆她不見得會用 可是她至少在這個有限的時間裡面 她也盡力了 也讓我很深刻的感受到 那這也是一個震撼教育 但是是充滿哀的震撼教育 後來回到家她就傳了一個簡訊 很長的簡訊給我 她就說 這個獎狀其實是要告訴你 你在未來的路上不管你走得怎麼樣 你可能有一天紅了 你可能戲約接不斷 但是不要忘了你是怎麼過來的 也不要忘了有39次NG這一天 所以要莫忘初衷 然後永遠保持謙虛 花了非常久的時間才get到喜劇節奏 因為其實喜劇節奏 再加上楊小琦這個超級快的節奏 其實演起來是非常沒有安全感的 她遊局那一part是說真的是 整部片比較辛苦的地方 後面就開始慢慢的懂了啦 所以真的get到應該就是在拍攝遊局的 比較後半段 其實是一個很小的part 就是我跑去跟我們的經理 也就是王志強大哥 衝過去問他說 知道郵政信箱的號碼 就可以知道是哪個郵局嗎 那一part大概拍了三次 然後中間呢有一part是我走很快 然後鞋子其實飛掉了 然後他還沒回答完的時候我就走了 然後回去的時候還撿起鞋子 然後那時候尋老就笑了 然後我看到他笑了就是有一種 我的戲師終於笑了 我的打擊終於取悅他了 我做對事情了 那個時候就有大概就是更理解啦 更理解也比較確定自己在做什麼 這戲劇真的是太困難了 最後面小琦在一年之後 終於見到阿胎了的那個酷戲其實也是 我到現在看都還會覺得蠻動人的 自己講自己 我跟冠婷一起拍攝的日子非常少 我們拍攝在一起的時間可能 說不定還不到十天 非常少 但是當時就是不知道為什麼耶 就看著他處著拐杖拿著豆花走進來 然後我一抬頭看到他我就哭了 我對於自己最後一幕感受是 原來我有感動大眾的能力 對我會覺得可以感動大家 真是很榮幸的事情 愛情上面喔 小時候不是耶 30歲以前很 很溺愛男友 然後也 比較沒有自己 在愛情中會失去自己 但是在30歲之後的感情真的就比較 比較冷靜一點 然後比較以自己為基準 純愛喔 可能真的就比較小的時候吧 我相信長大一定也有這樣子的感情 很多我們常應後QA就會被人家問說 怎麼可能 怎麼會有阿胎這種人 世界暫停還不對他下手 不可能吧 但是冠婷回答就是 你心中是什麼你就看到什麼 如果你心中純愛你就看到純愛 如果你心中看到的是世界暫停的系列 那你就會想到歪的東西 我覺得是反映每個人啦 這就是電影神奇的地方 去讓自己內心的東西投射出來 我覺得我在入行之後 有兩個很大的考驗 一個是水下30名 另外一個就是消失的情人節 這兩個工作它的機會 它的獨特性 都訓練了我的韌性啦 身心俱疲的時候我就會告訴自己 痛苦會過去美會留下 然後所有的不開心不愉快不舒服 一分一秒都在減少 所以李佩玉加油 我去拿自己拍拍自己 就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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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撐下去 演員其實我照顧好自己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如果呢 我今天做主持 他其實是一個公關性質比較強的工作 我要照顧我的素人來賓 我要讓他有安全感 我要了解他 我要認識他 讓他的鏡頭前可以放鬆 那我會覺得當演員 當然也有苦的時候 但是整體來說 我很珍惜當演員 演戲想要挑戰什麼 完全來者不懼耶 我很希望跟我原本形象 差得越遠的越好 比較暗黑一點的角色 或者是同志角色 我其實都還滿樂意去試的 對啊 有什麼好玩的 就儘管來 也希望自己可以做得好 我會想要去Seven吃個果凍 把一些好吃的東西 或水果攤啊 芒果啊 吃一吃啊 榴槤現在很貴 我好愛榴槤 把東西吃一吃 因為你看如果你要去麥當勞 你還要自己做漢堡 沒有人幫你做耶 你要去看電影 沒有人幫你放電影耶 你要去銀行 你又不知道密碼 你都會誤實吧